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白米饭作为最常吃的主食之一 很多人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 然而这些年,白米饭却饱受争议 有人说白米饭是最差主食,没有营养 还有人说白米饭是生血糖的罪魁祸首 简直让人难以下快 那么到底这些关于白米饭的这些传言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去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盘点白米饭的五个传言 一文说清真假 白米饭是最差主食,没有营养 事实上,专家说白米饭的营养成分不单一 一粒完整的骨粒 能被吃的部分包括骨皮层,糊粉层,胚乳,骨胚 为口感更好以及便于存储 鼓粒被处理成洁白的大米 也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购买的金白大米 虽然金米失去了B族维生素 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但保留了大量的淀粉 部分蛋白质,少量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且大米中最主要的成分,淀粉 能够经人体消化道分解成葡萄糖 而葡萄糖是我们大脑唯一可利用的能量物质 如果缺乏葡萄糖 大脑也就随之会缺乏动力 出现烦躁,头晕,甚至记忆力减退 所以,白米饭绝不是最差主食 而是我们的能量支援 事实上,糖尿病的病因比较复杂 总的来说可分为遗传因素和外部环境两大类 因而,不能把得糖尿病的锅 简单粗暴地扣在某种食物上 不过,常吃白米饭虽然不会导致糖尿病 但会增加得糖尿病的风险 因为白米饭的升糖指数较高 疾癌较高 人体血糖就飙升得越快 然后让胰岛素开始干活 将吃进去的热量转化为脂肪 如果吃了很多白米饭 身体消耗不了 胰岛素还不敏感 得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注意,这里说的是会增加得糖尿病的风险 而不是导致糖尿病 仔细想想 你身边是不是有不少吃了一辈子白米饭 但并没有得糖尿病的人 不过,糖尿病病人 平日饮食还是需要注意选择DGI的食物 控制米饭摄取量 白米饭二次加热会致癌 有传言说 白米饭隔夜后会致癌病菌 再次加热也无法把病菌杀死 看到这个传言的时候 有多少人小心脏一颤 想起了那些年用隔夜米饭炒的蛋炒饭 回归正题 事实上,米饭长时间在常温的环境待着 确实可能滋生一些微生物 如牙包杆菌 但这些细菌并不会致癌 吃了后最严重的结果是拉肚子 所以,隔热米饭致癌 实乃无稽之谈 我们真正该注意的 是如何正确地储存米饭 吃了多年蛋炒饭的朋友 你们悬着的心可以落下了 存储米饭小建议 剩余的米饭在常温下降温一小时后 用保鲜盒装好或密封袋 放入冰箱冷藏 储存时间别超过一天 对了,吃之前最好闻一闻 如果没有异味和发霉的现象 就可以放心吃 吃冷冻过的白米饭 可以减肥降血糖 由于白米饭升糖指数较高 很多减肥人士 高血糖患者 对于米饭都是近而远之 但馋啊 从小吃到大的米饭 少吃一顿都难受 于是不少人想了个办法 把米饭放凉或放冰箱冻一会儿再吃 据说升糖速度会变慢 你还别说 这确实有点道理 米饭放凉之后 会产生一种叫抗性淀粉的物质 抗性淀粉在人体内不容易分解 人吃下去后消化也就比较慢 升高血糖的速度自然就慢了 也因此 有很多人说抗性淀粉具有平稳血糖 通便 减肥等作用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米饭放凉后 虽然会产生抗性淀粉 但产生的量很少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对于老年人等消化吸收功能 比较弱的人来说 吃凉米饭 很容易让胃肠更不舒服 还要提醒一句 刚煮好的米饭在室温放凉 时间久了 也很容易被细菌污染 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 土豆不能配米饭一起吃 最好不要一起吃 因为会长胖啊 很多人喜欢把土豆当菜 但人家其实是种主食 当大米煮成饭后 每100克米饭 含碳水化合物25.6克 而100克土豆含17.2克 土豆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都快赶上百米饭了 所以如果你用土豆配饭吃 就相当于吃下两份猪食 想不胖都难 当然如果你实在喜欢这么吃 记得少吃半碗饭 再搭配些蔬菜和荤菜 这样才能保证营养均衡 说了这么多 估计还有不少人 对白米饭有疑虑 接下来就给大家知己着 白米饭这样吃 更营养健康 一、加点料 煮米饭时可以加点粗粮杂豆 如糙米、黑米、绿豆、红豆、豌豆等 对控制血糖有帮助 这样的粗细搭配 对肠胃也比较好 不建议把主食全都换成粗粮 因为膳食纤维摄入过多 反而会造成便秘负胀的现象 还会抑制钙、铁、银等营养素的吸收 二、不要煮太烂、太软 米饭煮得过于软烂 消化速度和餐后血糖反应也会明显上升 三、少吃炒饭 炒饭虽香 但其中的油和盐都不少 热量很高 吃多了对健康不利 四、最好当天吃完 减少反复加热 米饭多次加热后 往往会变得更烂、更软 很容易消化 餐后的血糖反应也更高 不过除了米饭以外 专家建议以下这四种食物也不要加热食用 绿叶菜不能二次加热 为我们身体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的绿叶菜 尤其是青菜和菠菜 这些食物含有硝酸盐 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会滋生细菌 细菌就会把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 本就煮熟的食物在经过二次加热后 可能就会损坏身体 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 是因为细菌促成的 如果要防止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 第一步就要控制细菌生长 如果饭菜真的做多了 实在吃不完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菜装进干净无污染的保鲜盒里 盖好盖子放进冰箱冷藏 最好在第二天之前吃完 如果你是上班族需要带饭 最好不要前天晚上做这些绿叶菜 当天吃当天早上做 真的时间不充足的话 那就晚上做好 沉到饭盒里立马放进冰箱 半身不熟的鸡蛋不能二次加热 溏心蛋是很多人的最爱 但是这样半身不熟的鸡蛋 很容易滋生大量细菌 放一段时间再加热吃 就会引起腹泻 如果是全熟的鸡蛋 在放置时间短的条件下 二次加热也是可以吃的 海鲜类食物不能二次加热 让人一看就馋得流口水的海鲜类食物 也是不要二次加热的 海鲜类食物肉质丰富 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 吃了之后对身体有好处 它的做法不仅讲究 储存起来也是不容易 需要冷冻起来 而且还不能进行二次加热 二次加热后 煮熟的海鲜类食物 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二次加热后进食 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 带来负担 肌肉不能二次加热 类似食物还有肌肉 也不要二次加热 吃剩的肌肉加热时 因为蛋白质密度 比其他肉类大 所以会让它的蛋白质 分解不均匀 进食之后会引起肠道不适 所以还是吃多少就做多少 保持饭菜新鲜 最重要的还是食物的储藏 储存不好 不管加不加热 细菌可能会滋生 产生对人体伤害的物质 在安静卫生的条件下 食物储存好 过了一天 加热再吃也可以 但是 像半身不熟的鸡蛋 绿叶菜 海鲜类 和鸡肉这些食物 还是尽量避免二次加热 因为即使这些食物 看起来保存好了 其实隐藏着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有毒物质 因此 煮熟的食物 还是不要进行二次加热 为了减少食物二次加热 最好的做法 还是吃多少 做多少 不要一次做很多 不要造成食物中毒 和过度浪费 提到垃圾食品 很多人的反应 是泡面 汉堡这些东西 想一想都觉得 这些食物吃了 对健康没好处 超市里还在卖这些吃的 就让很多长辈们 皱起了眉头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长辈们不经意间 买回家的食物 也可能是人造的垃圾食品 如果你还在吃 也可能会影响健康 现在就公布 人造垃圾食品榜单 排在前列的 不少人爱吃 第一名 烤肠 美味的烤肠 会不断地 在烤肠机上 来回的旋转 非常有食欲 而且烤的时间越长 味道会更好 在很远就能够 使味道所吸引 即便烤肠美味 但这类大多是通过 人工合成的淀粉 和猪肉相经制作 口感鲜香 但是需要控制好食用量 毕竟是人工合成的食物 第二名 午餐肉 很多人早餐期间 喜欢喝牛奶和面包 在面包当中 加一些午餐肉 吃起来既美味又可口 午餐肉的价格便宜 属于一种肉类 不能保证营养均衡 午餐肉属于 人工合成的物质 大多由于添加剂 以及淀粉制作而成 对于身体没有好处 我们通过价格可以得知 健康肉类的价格 不会如此便宜 大量摄入不仅仅会使器官的负担 而且会使健康受到影响 第三名 牛排 相信大家知道 真正的牛排价值比较昂贵 一块牛排需要几十块钱的价格 更何况制作美味的牛排 价格比较昂贵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西餐的牛排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可以吃一份 其实这类的牛排不是真正的牛排 很多人会发现网络上购买的牛排 自己回家制作 这类牛排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而是合成的牛排 虽然其中有部分牛肉 但大多是添加剂 第四名 人造奶油 生活当中很多人因为压力变大 导致想通过甜品来使心情得到弥补 尤其对于女性来讲 更是喜欢甜食 蛋糕外边通过奶油制作 很多蛋糕店使用人造奶油 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 口感很好 但难以排出身体 对于身体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吃多奶油以后 会使营养过剩 发生肥胖 尤其生长发育的孩子 使用人造奶油 除了肥胖之外 没有任何的好处 第五名 压血 很多压血是通过人工合成制作而成 大家辨别压血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压血的颜色 比较暗 弹性很差 说明是真的压血 如果压血的颜色非常鲜亮 而且弹性很大 不容易捏碎 属于人工合成的压血 在超市里买到的压血 大多是熟压血 颜色深红 并且里面可能有一些小气泡 但是人造压血往往是质地光滑 里面没有明显的气泡 这种压血煮熟后 可能变成灰白色 并且比较有韧性 筷子很难夹断 相比于真正的压血 假压血使用的可能是牛血 猪血 但人造压血问题最大的地方 还是在于 在这些血制品中加入了明胶 或者胭脂红等物质 也可能在食用后对健康不利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不要食用这类的压血 第六名 果冻 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吃果冻 果冻看起来很诱人 吃起来口感很好 但这些果冻属于糖和水等添加剂制作 之所以觉得果冻有嚼劲 是因为其中含有很多的人工明胶 这类的食物难以消化 对健康有伤害 所以尽量不要给正在成长期的孩子 食用果冻 抵抗力低的老年人也不要食用 第七名 各种丸子 撒尿牛丸 鱼虾丸 香菇鱼丸 紫薯球等 这些丸子深受大家的喜欢 吃起来方便 味道鲜美 放进锅中煮熟即可食用 可是丸子当中的营养却很少 大多是用盐和淀粉制作 真正的肉很少 如果大量食用 对肠胃的负担很大 第八名 蟹柳 相信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会吃蟹柳 味道非常鲜美 可口 能够满足大家的味蕾 虽然这类的味道很好 但对身体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建议大家在日常少吃蟹棒 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以及防腐剂 其中不含任何的蟹肉成分 长期食用会使身体的健康带来隐患 使病情加重 第九名 人造肥牛卷 肥羊卷 到了年节的时候 涮火锅必备的就是肥羊卷 肥牛卷 在锅里涮几下 放进蘸料中 香气扑鼻 但你知道吗 不少价格比较低的肥牛卷 肥羊卷都是假的 人造肉卷 人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买回来的肉卷 如果发现里面的瘦肉和肥肉是分开的 分界线很清晰 并且用手一拽就会散 很可能是人工合成的假肥牛卷 还可以看看肥羊卷的包装上是否出现了卡拉椒 二姬梅等添加剂 能够将一些碎肉和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粘合在一起 然后挤压后切成片 伪装成肥羊卷 肥牛卷 第十名 海折丝 过节的时候不少人会买一些海折丝作为凉菜 凉拌一下很好吃 但真正的海折丝应该是颜色微黄 带有一些海心味 并且肉质比较脆 也不会裂开 吃起来是比较有嚼劲的 而一些人造的海折丝 整体颜色几乎是透明的白色 粗细相对均匀 并且呈现出长条状 这种人造的甲海折丝 大多是用冥凡制作而成的 还有较多的海藻酸钠 这些物质都可能影响人体 对钙、铁的吸收 更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和贫血等问题 第十名 红薯粉丝 目前红薯粉丝大多出现在火锅和麻辣烫中 软糯Q弹的口感受到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喜爱 正因为如此 红薯粉丝的价格在近年来也是逐渐上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红薯粉丝 都是红薯粉制作而成的 其真正的原材料是淀粉、面粉、爽身粉等 这些原材料对人体肠胃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经常食用的话 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影响肠胃健康 所以在购买红薯粉丝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其原材料是红薯粉 身体的健康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 现如今市面上很多食品都是人工合成的 使用太多的话对身体健康十分有害 所以在平时购买食物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选择 从而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